搞定了 我已不到了 我已不安定的三大元凶 抓住讓你潛意識不安定的三大元凶 抓住讓你潛意識不安定的三大元凶 鏡子 因為剛好這道床 所以感情上就會特別沒有安全感 很准重 就是男生講話我沒辦法相信 比方說會結婚的啦 什麼意思 就跟你交往交到一半然後不能結婚 對 房間裡頭真的造成 其實是管理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頭的後方 那麼 他雖然看起來蠻有自信的 但是其實他前一世 是充滿關全感的 老師你幫我看穿了 而且你不會怕 我會砸在頭上嗎 家裡養過多的寵物 行為舉止容易出現偏差 甚至還會造成婚姻危機 我哥養了十幾隻貓 十幾隻 當寵物必須要涉量 它過多的時候 他會把所有的精神 都寄託在這個蟲身上 其實在婚姻上 都比較會出現一些狀況 我覺得他一個男人走 對不對 他都裝模樣幹嘛 平時你進去房間 馬上哥哥都這樣 好像 沒有 我一進去的時候 還哥哥哥 有 有 是嗎 神桌有分落地型的神桌 也有一體成型 和懸掛型的神桌 究竟這三種類型的神桌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風水有關係 在十個月前造訪過劉宇柔家 而上次湯老師就點出了以下問題 這個房間呢 我建議你要加一個窗簾 對 我們就是一個棒 加前面嗎 對嘛 他門別不好 還說 我最怕亮 不是 開門建造嘛 你的一個風水沒辦法 長風聚氣的時候 代表腦筋會空空的 那代表什麼 花錢會撕心風 在陽台外推呢 底下是沒有地氣的 對 所以說你能睡下去的話 你下面是空的 空的話呢 第一個 腦筋空嘛 就是這三個問題 造成劉宇柔神經大條的個性 而我們今天特別造訪 她領口的老家 究竟老家風水 對於出外遊子的運勢 影響會有多大呢 嗨 嗨 他來了 我好需要你們 我們又來了 對啊 而且上次是看你就是 在外面租的房子 對 然後進來看你住了十幾年 跟爸爸媽媽住的房子 老家 其實應該要看你們家的 祖先的牌匯的房子 對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看 就很普通的一間 就 對 有普通嗎 很普通啊 你幹嘛戳自己手臂 你這個人就是感覺很不普通啊 為什麼會不普通啊 你當然不普通 誰穿這樣 然後穿上配個襪子啊 你真的很不平衡 對啊 我不喜歡刺腳啦 有沒有 不要這樣 你穿多水啊 真的很詭異 這沒有很詭異吧 我就是配一個七彩的襪子 還好 而且我覺得 它就是現在當代演藝圈裡面 就是說長得就是名模 身材跟臉蛋 可是卻有 女學星氣質的 女學星 女學星 我覺得你每次碰到一起 都會發瘋耶 它就是有 女孩子的外表 你別戳 一個人 會有這樣的一個外表 跟很衝突的個性的展現 一定不只是 他現在的風水有問題 可能跟他的 怎麼會 有問題 沒有啦 跟他一直以來 從小到大的童年居住的地方 也有關係 我覺得很正常 你們怎麼會覺得不正常 現在以心理醫師的角度 來看一看 對 到底哪裡笑 沒錯 我覺得覺得還好 因為上次我們去你家的時候 就有發現 的確是有一些風水 造成你有一些 好像瘋瘋癲癲 或者是笑點特低的一些狀況 我說我們住在陰陽界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說 因為我都改掉 然後我就覺得好厲害 對 真的有差 改掉 好厲害 要不是變好刺 不要住在陰陽界 人就變好了 有變好嗎 好怪 因為如果有好的話 我們幹嘛要跑到源頭來造 沒有 我們已經跑到源頭來造 就說接下來要跟你們這樣子 笑點而已 沒有啦 不信你們自己收 沒提的老師 來告訴我們這個客廳 有什麼問題嗎 植物基本上來說 它的根源 我們在學校有做實驗 比如說下面放紅色的墨水 那個紅色墨水 就會跑到頁面上去 對 那其實呢 對 這個跟我們的風水上 也是一樣的喔 因為你的老家就像樹的根一樣 那我們在外面開枝散葉啊 這個樹根 如果它的 我們講說 也就老家的這個風水好的話呢 相對的我在外面 也會受到影響 可是它現在自己有住的地方 那到底它要看它現在住的風水 還是看它老家的風水 其實以它這個 我們講說住的地方 影響最大 可能我們講說住的地方 也許影響到百分之八十 可是以它老家的風水來說 因為它可能還有原來的床 然後原來以前使用的這個位置 這些其實都還是一樣 會對它採用的影響 對 所以真的要兩邊都要看 兩邊都要 因為上次我會看 會覺得它沒救 因為 意思就是說 就在台北改得很好 但我這邊不改 還是一樣笑笑 還是一樣 妳有二十%笑笑 對 二十%就是被點燃 妳就整個笑掉了 妳就流血了 妳很容易好不好 妳是要容易的 這個沙發 還滿舒服的 還滿舒服的 對啊 要不然妳這個 妳看它基本上這個風水也沒有被門 所以誰進來都看得到 對 然後後面也有靠 去幫他們家人的照片 老師要這樣放家人 就是媽媽捧那個鴕鳥屁 撲兩屁股的 這會發現會有遭小人的暗算的危機嗎 一般來說這個是不會 不過我就是說 他們裡面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透露出 他比如說他個性或潛在性格裡頭 有些真的是隱藏在裡面的 大家記不記得 那上次大家台北架子 他有一個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室友 對 那從來他完全對他一點都不了解的室友 就是他一直說這個室友誇獎 他很漂亮什麼的 可是他卻不知道這個室友到底在做什麼 也從來沒有關心過 我有一個室友是電影雜誌的飲品人 然後剛剛佩智姐問我 他叫什麼朋友跟他講 他說他很有名 他就是什麼什麼 採訪都會有他 我說是喔 我都不知道我的室友這麼有名 妳不是跟他是好朋友嗎 可是我不知道他這麼有名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多過問對方的 因為他也不會知道說 我平常工作就到什麼程度 所以你們是沒在聯絡的室友 對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幾乎平常在家都躲在房間 對 今天一樣在老家的房間這樣子 真的說 我覺得他有一個哥哥 他不知道他的幹嘛 不是 是真的親哥哥嗎 親哥哥 好永遠 他就不常出現在我面前 然後他也不會跟我聊 他工作狀況什麼的 哥哥 他有 我這樣不想出現在他面前 什麼意思啊 好像會怎樣 七天後來回來 就會跳還是什麼的 聽起來就很恐怖啊 不是 因為我哥比較不喜歡跟他聊這些東西 你就不知道他平常到底在幹嘛 那你也不主動關心他 他知道你有 他有這個妹妹嗎 我如果主動關心 你不覺得很噁心嗎 怎麼會 我的個性就不會是那種 主動關心人家的人啊 那你哥哥耶 我不行 所以你會叫他哥還是哥 我會叫他全名 就直接直接 對 直呼前 那他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嗎 應該知道吧 應該知道 所以有時候偶爾看到性害 這些都很久 所以你們基本上就是沒什麼交流就對了 比較少 所以可能這裡的風水有造成他們的 有 我發現了一個風水 真的超級詭異的 什麼 那就是你看他的手吧 有不要淋得那麼近嗎 而且也說出來耶 對啊 那所以要過去的話 就是要大繞一圈 大繞一圈 因為我發現他們家 這個風水應該是像他們家很不具 然後他幾乎不知道自己有個哥哥 為什麼會很不具 我覺得你一定要好好檢討 這個 因為家庭沒有辦法凝聚 就有什麼菜啊 你看你還在我追上後面 沒有 好閃 你看 從這邊跨過來 但是你也覺得不自在對不對 不是因為你又拖一過去 我們那邊都沒有走到 那為什麼要買這麼大的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 這樣還是很難過啊 比你剛好過吧 你剛才過 你剛才過 你剛才是拿過來 不是 好 然後 除了在很奇怪之外 這裡也會奇怪 奇怪這個位置是怎樣 怎麼了 誰在做 對 不是啦 一樣的道理就是 你不要這樣出來喔 出來喔 不是 誰在做這個位置啊 不是 等一下 我要挑戰一下一看 因為我扇粉的身比較瘦小一點 我應該可以喔 有 可以耶 我可以耶 可以啊 可是這都哥哥在做 我 拿起來 開著腳嗎 你先出來 是不是很 沒有啦 因為這餐桌就是 平常家裡很少會開火 然後你如果把他拉出來的話 就會在那個走道的空間 然後平常沒有我們把他推靠牆 其實 不是一滾一點點嗎 就這樣 陷在中間 這樣不是大鍋嗎 但這樣總會撞到神套很容易 怎麼會 你是有喝酒是不是 這樣為什麼會撞到神套 有時候 兩個一洗手手看看 會不會撞到神套 好胖喔 你別看 你在有這麼多嗎 你們在幹嘛一定要兩個一起著 你可以 這樣屁股 我身體提了主意 我以為你把他講 我其實想到 讓觀眾知道 其實還蠻寬的 真的OK了啦 老師 趕快 你笑著啊 你看他唱都不移過去 點都好了 對 老師他唱餐桌放在這邊 然後陳明又在那邊 然後這個餐桌這樣子 會不會對他家人不具有影響 比較詭異的是這個吧 還有這個鏡法 對 你決定我們會開門嗎 那你做這個幹嘛 這不是一般都送菜的嗎 不是啦 他那時候做是想說 要放一些什麼白色的東西 然後上面還有燈會打下去 有威美的感覺 可是這樣子是 了不起 這個基本上來說 設計得很奇怪 因為你發現十個人 有九個人都會覺得 其實他們都會特別看一下 會覺得說 這後面到底是不是 上菜在用廚房 黃昊 靈藥什麼 可是一般鏡子往外照的時候 我們一般提過就是說 可能我們這個所謂的 客廳是家人團聚在一起 聚會的地方 飯廳是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可能吃飯 聊天啊 也是算聚會的地方 所以通常鏡子 盡量不照在這個位置上 那麼避免家人比如說 可能吃飯等一下你也不在 然後等一下換你不在 等到我吃飽了 我出去了換另外一個回來 他們才吃 所以家人要凝聚在一起的時間 會受到鏡子的影響 而產生一些變化 即使他沒有直接照到桌子 也有這個問題對不對 因為就像每個人要經過 要進來坐這個位置 都會被鏡子照到 可是以前我們不是有聽過 就是說鏡子如果照到餐桌的話 那等於是桌子上面的東西 吃的可以越吃越多 你就好像要鏡子反射 那你變成 這意思就是一時無缺 大家好像可以有吃飽 這樣的感覺 所以一般來說 餐廳的擺放 鏡子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可以讓感覺上 餐廳好像人滿 我要好多人喔 然後生意很好 所以相對我們一吃完 那就趕快離開 其實對於營業來說 它是非常的好 可是在聚家來說 那等於我飯桌率高 那等於就變成 等於說我一天本來是三餐 那麼我們三可能全家人聚在一起 可是現在可能要變六餐 那我們就變成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分開來吃 老師那如果他現在把這個鏡子 把它貼 打碎 菜單 老師被我嚇到 你要換我老師 打碎 還貼菜單 沒有別的方法 把它貼起來的話 不是鏡子的話 那就會改善了嗎 對 家裡的餐廳裝設鏡子 容易導致坐立不安 使得一家人平常難以團聚用餐 最好把鏡子拆掉 或用霧面貼紙以去形去煞 但如果在餐飲店裝鏡子 反而能夠提升業績 正是因為客人不亦久留 反而能夠增加翻桌率 好漂亮喔 說實在話 你這個 繩桌 怎麼了嗎 的比例很奇怪 為什麼 的高度也很奇怪 老師可以幫他看一下嗎 這繩桌是有請人家來什麼 Google 這個 這樣嗎 但是 多少錢 但是它因為它有一種 在走道上的感覺 而且它底下空閃 對啊 我們在想看到這個環節 因為 因為那時候 你停在這邊 登登登登 然後 魔術師要在這邊 小心頭 魔術師要在這邊空的 都會在這邊拉這樣子 是因為這邊走道太小了 走道太小 你放那種落地 你就覺得很窄 這個繩桌上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趙真語柔 今天性格上面可能比較 為什麼會比較 歪歪起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 會坐在這邊一樣 沒有 我跟你講 坐餐桌上 老師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 你看一下 這個繩桌跟語柔一樣 歪歪起 不是 它整個已經傾斜了 有嗎 它已經快往往往的感覺了 當然我們看到神明這邊 一般的擺放方式來說 這個都沒有任何問題 可是在這個所謂的主尖牌這邊 就透露出一些玄機了 什麼玄機 不就是杯子香爐 然後主尖牌也會沒啦 對啊 我們一般正常來說 我們特別提到就是說 一般的主尖牌通常是左邊六個字 右邊六個字 中間這一排是十二個字 然後一般來說 可能比較早期的主尖牌 左手邊這邊來說會特別的高 其實代表家裡男生在家講話 很有權威 很有地位 可是反觀你有沒有發現 它目前左邊的字沒有寫 該填的通通沒填上去 裡面有一個空格 OK 然後變成他的右邊變高了 對 所以家裡的男生的地位 跟這個 聲勢自然就會受到影響被壓下 那也男生都被看不見 這是正常的是不是 好蠢喔 我哥呢 來 努力啊 你爸也有家歸不得 他在外面 他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他都很蠢 他在享受哥哥呢 所以家裡真的是這樣 就是好像女生講話比較大聲是不是 是 女孩子 不然有鼻音 我一直想打開 我媽 我姐 其實我還好 其實我媽跟我姐講話比較大聲 你 我還好 明明就很大聲 你很大聲 剛剛我們要別麥的時候 不是說麥給謝老師 另外一個給玉柔 然後製作人的時候不用 他很大聲 對 女子竟然沒有帶麥的權益 可是我們在第七季以來的 從來沒有帶過麥的這個 真的假的 你真的有要帶麥嗎 有 真的假的 但是因為你了 這一支就夠了 對 你看他拉多遠 近一點就爆開了 好啦 還滿準的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教過大家就寫說兩邊要齊平 對 現在是要交時間再把日期填上去是不是 對 而且基本上填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說 第一個 以前的人 他特別希望說 比如說家裡男生要做主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左手邊 提得特別高 那象徵這個男權至上 可是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希望所謂的平權 對 所以最好兩邊的字高度都差不多 那但是我們填的時候千萬不要 刻意又把它填低了 這樣子的話家裡的男生 其實呢 在家裡頭 對啦 可能 可能 這個有時候爸爸想說 沒關係 你吃喝吧 這個爸爸我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爸爸會覺得說 比如說這家裡講話 女兒都比他強 不要講 不要講 因為爸爸現在站在陽台上 有點危險 對 對 我爸的 對啊 可能女兒講話他都不 都覺得好像我就應該聽他的 然後我爸 可能他的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伯母講話 會不會也比較 伯母 章姐講話是比較有力一點 媽媽 就是播章姐說什麼就是 是嗎 對 章姐姐 叫我媽 不然你媽媽也沒辦法 不知道怎麼叫章姐 她的小小就不能 沒有 因為 我媽不只我們教她媽 她就說要叫章姐 媽媽以前是歌星唱的 媽媽叫老 對 媽媽以前是 媽媽以前唱餐廳 對嘛 你看 對我太重了 以前是歌星的媽媽 都不能被叫媽媽 媽媽是歌星的歌手 這首歌 這一曲歌裡面就 好 這首歌 那首歌 人歌詞裡面就有寫到了 不然人家知道他那麼多 對 所以就叫她章姐 所以這個還是趕快要挑一個時間 去把它寫上天上 那基本上 其他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其實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要注意 我們一般 神桌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就是 它是一個長形的桌面 那一般來說 只要像我們看到 就是它的佛判的大小 只要在範圍內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第二種是像這樣子有頂 但是桌面是到底的 那這種形式 那這個我們最常見 那一般來說 在古代來說 有的房子不夠大 那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採用這一種 釘在牆壁上的形式 但是在測量 在量的時候 必須從地面拉上來到桌面 桌面平行的高度 是要看紅字的 其實你底下沒有也沒關係 但是你這個高度要是紅字 對 而且必須是跟桌面平起來看 還不能夠用其他的位置來計算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要設計 就是要特別注意 比如說 第一個你太高的時候 釘太高 雖然是紅字 可是我擦箱很難擦 對 那太低的時候 又怕經過又很容易撞到 所以它就會變成說 它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可是老師 我們曾經也有講過說 這個手扣桌底下不能是空的 因為這樣層面不是感覺 就很像你這樣子搖台外推一樣 所以以前的房子我們在講說 這種形式它就被稱之為 在神桌的形式上 稱之為比較沒有那麼好聽的名字 叫 意思是像有翅膀的蟑螂 貼在 好像一直有那個顏色有沒有 貼在這個牆壁上一樣 這真的危險 因為你真的側面已經洗了對不對 這我沒發現 真的危險 如果哪一天地震搖一下 這個就掉下來 這種形式最常在哪裡看到呢 像很多那個小麵攤 它開了一個小的一個 對 對 那在裡面的時候 很多桌都有那個 但是到最後可能老闆 或他裡面的員工要吃飯 或真的沒位置坐的時候 他們就會坐在他的下面吃飯 但是唯一不能坐的地方是 這邊下面雖然可以放位置 雖然他可以吃飯可以做什麼 但是絕對不可以放魚缸 因為避免這個神明 好像有掉在水裡頭的一個機會 祖先排左右兩行的字數 移為六個字 中間移為十二個字 並且要注意左右兩行的字 最好要一樣高 代表兩性平權 而懸掛型的神桌 必須用文公尺 從地面量到神桌桌面 只要是極速 就可以興旺家運 但神桌下方不宜擺放魚缸 會有讓神明落水之意 容易毀壞家人運勢 最後再補充一點 神桌上面的禁杯 不宜距離香爐太近 以免香灰跑進禁杯裡 就會對神明不敬喔 他有什麼東西啦 他有他的印記 小心 讓我哥倆會浮帥倒進去 不要亂講 這頂多是你哥哥的屁股硬 你哥哥的屁股硬而已啊 這沒有什麼啦 大驚小怪耶 這什麼啊 這是之前熱水器放在這裡 小台的熱水器 燒燒起來啊 它是冒煙 有水蒸氣 有沒有什麼 所以久了就變成這樣黑黑的 對 沒有什麼 其實你這樣仔細看 好像是三塊烏魚汁 對 有點像 因為他每一塊 終於弄這個 對啊 還滿像的 沒有 這沒什麼 我覺得看著看著 然後快要浮出一張臉耶 哥的有嗎 我剛剛不跟你講 有嗎 這還好啦 不是 這牆壁上面我們說有裂痕啊 有壁牙啊 都會影響 像這種 沒有嘗試的把熱水器放在這邊 然後把它熏到黑了 那這裡有影響嗎 問題這個倒不是出在這個地方 那哪裡有問題 你看到就是說 這根看起來就像一個門對不對 很普通就是一個拉紋啊 對啊 那這個拉門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呢 是一個廚房 對嘛 普通 那但是這個時候 門一打開的時候 關 廚房內的怪東西 讓主持人驚嚇連連 寵物養太多 恐怕會造成婚姻危機 我哥養了十幾隻貓 十幾隻 剛出 這個看起來就像一個門對不對 很普通就是一個拉門啊 對啊 那這個拉門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呢 是一個廚房 對嘛 普通 那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一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非常的通風 對 可是它有門就應該還好了吧 恭喜你得到一個好大的炸氣 真的假的 超大 它外面還超大 而且很乾淨 很乾淨 有啦 哥哥有腳才會晒他牛仔褲 一個門嘛 然後前面又一個門嘛 然後在你們的陽台又一個門 對 開個門啊 有這個門有關係 它是門的門 對 風水裡頭形狀出現的時候 就成為形狀 一門通 第二個通到第二個門 三門通 主漏財 主漏財 對 一門通 二門通 三門通的時候 連通三門 那就這樣 別在我口袋裡頭 都... 錢一直交出來 難怪 就是在漏財 難怪 怎樣 我還是存不到錢 妳有在存嗎 妳有試圖想存嗎 一直都有好不好 而且我平常 就因為工作太忙 妳沒錢花錢 因為我看妳通告很多 滿滿滿的耶 可是就是存到 妳應該沒什麼時間 花錢才對 對 可是就是妳會 真的... 妳上網買東西嗎 上網會買一些東西 可是也是佛工作用的啦 可是我就存不到錢 都是對家 譬如說帶家人去 然後買什麼東西什麼 我就會花大錢 可是都會忘記說是大錢 就把它當幾百塊來花 可是花一萬就覺得 幾百萬 不然 不然一瞬間 所以跟花在家人上面 所以妳... 而且這就是妳的老家 就三門通 所以都是老家在花她的錢 對啊 那這樣好嗎 當然這個部分來說 對她這個我們講說 可能也許我們從另外一角度看 妳看前面有陽台 後面有陽台 妳發現後面的陽台這麼大 後面的陽台代表子女的事業發展 所以她的事業發展確實是不錯 蛤 等一下 後陽台是子女喔 對... 那我媽把貓沙盆放在那裡什麼意思 我就被人頭臭了 貓沙盆戒指是不應該放在哪 對... 那我把它放在前陽台 前陽台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 前陽台代表主人的潛入事業發展 所以是我爸媽 對代表父母親 那我把貓沙盆放在那裡 因為不是這樣 沒有啦 但因為它其實它在賺錢 所以它的發展是更重要的 對... 但是觀眾朋友要記得 就是以門拉直線的範圍內 以外的地方就可以擺放 所以我不要... 然後再過去一點點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我發現你們家所有的擺設 就是差一過去一點點就這樣 對... 好像是喔 每個都一點點差一點點 對啊... 所以這個三門通問題還是在啊 對啊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只是設一個門 那麼我只要要進廚房 就一定要打開它 這個時候就會形成三門直通 那當然一般來說 民間銀頭最長的做法是 門口這邊再加一道護簾 也許我拉在裡面不一定 我問我設在門裡面 門簾 對... 但簾子的強度一定要蓋過 能夠蓋到我的瓦斯爐 爐灶的開口的地方 蓋到這邊 對 一定要蓋得到 對 那這樣子我才會形成 我從大門外面看進來的時候 看不到我爐灶的一個位置 那這樣子呢 第二個也有從前面看過來的地方 我會直接看出去外面 那這樣就可以化解這個問題 好 三門相通以及貓砂正對門 都會造成漏財 最好把貓砂盆移出動線之外 並且在廚房加裝門簾 不但化解三門通 也一併化解開門建造 好 現在就去看一下哥哥的房間 對 你們真的不要說我 就跟他不熟耶 證實他存在 這是你自己講的 我要證實他是存在 真的好 而且你哥的房間 就是在這個神明桌的後面 的後面 對... 那這樣問題大囉 為什麼 因為剛好在神明桌的後面 我們觀眾朋友要記得 幹嘛啦 老師 我們知道神明桌後面不能是廁所 不能是臥房 對 但可以親密內建廠嗎 看一下 Oh my God 妳有看到我哥的腳嗎 嗯 是不是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拉封鎖線啊 為什麼地上還不化人氣 有嗆人的味道耶 對啊 為什麼 就有點潮濕 嗯 所以他自己已經有點潮濕 然後他之前又在裡面養一堆貓 OK 你48小時以上沒看到你哥了嗎 對 妳卻還沒辦案 還沒 48小時就算失蹤人口了耶 什麼叫做他養一堆貓在裡面 我哥養了十幾隻貓耶 十幾隻 十幾隻貓 那我們剛剛看到兩三隻那是 那些不算還有十幾隻 他自己的房間裡面還有十幾隻 現在在裡面嗎 沒有 他現在把他移出去了 移到外面去 因為空間園太小 所以房間就比較錯綜素材 我跟你講 老師說 如果這個單身的人 住在這個神明桌的後面 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有你就直接承認 幫你哥承認 好 你看是不是 他又跟他不熟 他怎麼常會啊 我們大概多少吃到一點 對啊 大方向 嗯 一般來說 通常如果神明桌後面睡的是 比較失婚年齡 可是又沒有結婚的這個人來說的話 不論男女 因為神明他是六根親近 第一個對於後面的人來說的話 婚姻上會產生一些影響 因為他的思考邏輯上面來說 可能跟一般我們的思考邏輯 會有一點點比較不一樣 比較粗一點 準 就是想法很特別 對 所以是他不講談戀愛 會想要念佛經嗎 是這樣嗎 你跟我意思嗎 因為他在神明桌的後面啊 首先第一個對於婚姻會影響 第一個是睡在神明庭的後方 第二個我們常常講說 養寵物呢必須要適量 比如說我可能養三隻 也許養五隻 那個我覺得都還OK 可是你超過一定的量以上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個人 歌姓變得會比較稍微奇怪 養到十隻真的太多了 都養十隻 所以他現在已經會講貓魚了嗎 他會跟毛鴕桶 真的 其實你進去房間嗎 他哥哥都這樣 好像喔 好帥喔 沒有 我們進去的時候 哥哥就這樣 他生氣 生氣 狗不會這樣 應該是這樣 他們也是進來人家家 對不對 哇塞 哥哥 也可能是愛心的表現 因為我覺得喜歡寵物的人 就是很有愛 那也OK啦 只是牠太多了 有點這個空間太小 當過多的時候 牠會把所有的精神 都寄託在這個蟲身上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養很多貓的人 譬如說 現在十幾二十隻貓的 不論男生女生 可是女生你會發現 牠就老是抱著貓 那其實在婚姻上 都比較會出現一些狀況 那如果換成狗 會比較好吧 因為十幾隻狗嗎 味道應該更重吧 對 一般來說 其實這個會產生一些影響的 第二個 其實你們會發現 我們一打開 什麼光線都看不到 可是正對面 剛好是一片鏡子 對 而且現在是一天 然後而且基本上 鏡子就是對著門 當鏡子對著門的時候 你什麼光線都看不到 就一個影子 那麼對著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好像什麼呢 好像我的腦袋裡頭 有些畫面 所以有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 牠好像沒有太多的話 跟你們那個 可是其實你們在跟牠講完之後 牠腦袋裡頭 一直有一些對話 你說像漫畫開示窗那種感覺嗎 對 對 而且牠 好聽聲的一個感覺 這樣講的是你哥耶 你覺得雖然牠 可能沒有用嘴巴跟你們講 可是其實牠腦袋都... 在心裡罵牠嗎 對 很多OS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趕快 你偷偷把牠的鏡子除掉 不要對到門對不對 對 然後牠現在這個房間 也沒有別的房間可以選了嗎 只剩就這一間 那怎麼辦 可是房座也在 要再講到提到這問題之前 我們抬頭往上看 你看這個地方 牠稍微凸出來 表示這裡有根梁柱 確實是穿進牠的房間裡 穿心扇 對 待會兒講話是不是 對 所以牠表示說 雖然你看到牠們嘴巴沒有講出來 可是其實牠除了腦袋有一些對話以外 自己也在垂心 牠自己也不開心 對 像這樣提到生命座後面是這樣 很多牠有心理傷的一些 可能我們看不到的位置 可是在身體上面來說 如果當你的衡量 完全壓在床上的時候 整個垂直壓在上面的時候 表示這個人 牠在身體上面來說 會有一些病痛或痠痛 尤其是... 牠好準喔 我哥的怨帶一聽到你斷掉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牠就喜歡打球 然後就韌帶一天到你斷掉 韌帶應該很有韌性才可以 牠一天到晚 牠打到斷掉 對 一天到晚 因為牠就是已經舊傷 然後就一直斷掉 對 因為牠這個直接是 真的是床上面 就是一個兩壓到牠 牠一定不好睡 不好睡 而且尤其到了 漫漫年紀大了以後 你知道這種痠痛 牠是會抽痛的 所以這個 現在老師 現在在講牠個人經驗 真的 等一下抽痛的時候 好逼真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我就說牠會... 牠現在就變成牠可能也許 我們換個角度來說 牠只是把牠的感情跟情緒 寄託在貓的身上 因為牠可能找不到 可以寄託的 好可惜喔 哥哥的房間 簡直是一場悲劇 不但在神桌後面影響姻緣 鏡子照房間門 加上穿心煞 害牠胡思亂想 有苦說不出 另外還有涼牙床 正一步一步侵害牠的健康 究竟這一連串的倒霉煞氣 該怎麼消滅呢 抓出讓你潛意識不安定的 三大元凶 鏡子 剛好對到床 所以感情上就會特別沒有 安全感 很準 錯 就是男生講話我沒辦法相信 比方說 喜歡結婚的 批嘴的 什麼意思 就跟你交往 交到一半 然後跑去結婚 對 房間一頭 真的招很 哥哥房間煞氣重重 不僅讓牠郁郁寡歡 影響姻緣 甚至還殘害牠的健康 別怕 老師馬上來解決了 好啦 老師 怎樣可以救我哥 妳可以親恩 情願一點 我是很心甘情願 救牠好了 你會幫牠弄啊 如果老師跟你說那些鏡子拆掉 然後穿心扇怎麼處理 你會幫牠弄嗎 我覺得牠應該是會 再多加兩次 穿心扇 半天會整邊出來 對 緊張 沒有啦 想說如果可以 我做得到的話 好 一般觀眾朋友最簡單的 第一個要改變 牠這個心性上的一些影響來說的話 可能第一個 繩座位置是不是移動 如果繩座當我們 除非第一繩座位置 不能移動的情況下 會在神桌的正後方 那麼可能鋪上一塊黃布 而在黃布上面 縫上36米的這個五地錢 那麼象徵把客廳神明的位置 跟我的房間位置 中間再多做一道區隔 做個隔離就對了 對… 這樣子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神桌 對這個所謂裡面睡的人的影響 但是這個地方 第二個是我們的樑 剛好形成一個交叉 交位的位置一個是穿心霞 進到這個房間裡頭 第二個道是壓在這個所謂的床上 通常如果是穿心霞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就是說 在門外的門內 各方規齊齊齊齊八卦 那麼一般來說遇到樑柱穿門的時候 就可以化解樑柱的煞氣 但是呢 垂直的這一道就不一樣 因為它是壓在床的上方 所以呢 觀眾朋友要調整身體的健康的時候 這一種呢 壓在床上煞氣呢 第一 當然我床能夠移動 是第一好 真的床不能移動的時候 我建議觀眾朋友可以在 樑的左右兩邊 各掛一個水晶球 而水晶球的顏色必須以白色的為主 因為一般來說化解樑的煞氣的話 白色的水晶球是用來化煞的功能 但是觀眾朋友要記得就是說 水晶球因為它有 所謂的兩種 多切面是你說像 五金的那種 有點意思 對 類似切割面比較多 但是觀眾朋友記得 切割面越多的效果比較好 用圓形的也不錯 有第二種效果 就切割面它的反射方比較多 當切割面多的時候 對於樑柱來說 它就有多角度的反射 那麼對它的影響就會減到最低 當不行的時候 我們用一般普通圓形的話 它也可以吸收化解 這個所謂的涼的煞氣 好 老師你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就叫他去買水晶球 跟那個麒麟裁判 叫他去買這個 然後只要把鏡拆掉 鏡拆掉 然後還有那個水明後面用黃鋪 黃鋪加那個什麼 三十六個什麼 三十六妹 三十六季 走上之後 我們走吧 我記得 好啦 我記得 好啦 坐下來 我覺得也沒有花多少錢 但是同時又可以救一個哥哥 好 我救他 對不對 對啊 說好 好啦 可以 那我現在可以救我嗎 可以 你很需要 可以 我可以一人給你一張發票 救你嗎 一人一發票 救救劉宇柔 神桌背後有房間 容易造成婚姻危機 也會使未婚男女清心寡欲 不易踏入婚姻 最好在神桌背後鋪黃布 並縫上三十六美舞地前化解 而橫樑貫穿房門 會形成穿行煞 容易讓人堆心刮 最好在門內門外 各放一支麒麟 彩八卦化解 而樑鴉床 容易對健康造成傷害 我們可以在樑的左右兩邊 掛白水晶球化解 而多切面型的水晶球 效果會優於圓形的 最後鏡子正對房間門 容易讓人想太多 只要把鏡子拆掉 就會讓哥哥變得更開朗了 好浪漫 好噁心 看得出來是一個很少女的房間 對 我心裡有一個少女 歡迎來到牛明 所以妳本名叫劉美柔是不是 因為妳特別有寫劉美柔 我都不知道妳叫劉美柔 可是是因為劉美柔 她還滿美的 所以叫劉美柔 我本名就是劉美柔 沒有啦 我只是買那個筆 我來玩一下 在哪裡啊 精神部 妳應該是直接把她掛號精神車吧 沒有 所以妳叫劉美柔 她自己在這邊寫上劉美柔 是覺得自己很美的意思 所以妳要撤枕她一下 她就會越來越美 對 是這裡的 老師 趕快幫我看這個風調 我覺得她在這樣笑給妳 房間沒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房間也是暗明蒙耶 但是為什麼不太美 有一顆燈壞掉 有一顆燈壞掉 我有一顆燈壞掉 所以媽媽都是幫妳們買這種 上下屋的床 坐啦 坐 因為這空間太小 不然我沒有地方放衣服 也是 其實這房間有很多的玄機喔 雖然我們這樣講說 一進到一個房間裡頭 看到裡面的布置 可以潛在的看出這個人 他的內心 我覺得說我們的外表呢 看起來跟內心裡面隱藏的 其實也許完全不一樣 對 你仔細看一下喔 房間第一個來說 你會發現裡面的鏡子特別多 對 它有三個面都有鏡子 它有愛称鏡子 自戀狂 一 二 三 三面都是鏡子 對 那這三面鏡子呢 其實有兩面對它會產生影響 這一面 對 第一個 還有這一面 猜錯了 那就是這一面 就是這一面 對 那當然第一個來說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呢 正對我們床的這個鏡子 剛好這道床 對於已經結婚的這個夫妻來說的話 鏡子造成會產生情緒上的起伏 而且容易有爭執和摩擦 可是 她是未婚啊 所以 感情路也不順 很可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怎麼樣 情緒上面 當然相對的情緒容易起伏囉 那這樣子來說 對於感情上就會特別沒有安全感 很準喔 很準 很沒安全感 就是男生講話我沒辦法相信 所以就是譬如說 當然那種海事山盟有時候真的不要信 可是一輩子只在你這一個什麼那個就不要信 連那種什麼小事比方說什麼 我今天都在家沒出門 我都會覺得騙人 就是怡心斌很長 對 你怎麼可能連去水本都沒有 你去水本不行嗎 就是這樣也要跟你講嗎 可是他就說我今天都在家 我今天都在家 怡心斌真的很壯 所以你這樣很難交到男朋友耶 所以現在就是一直以工作為主 不是為什麼以前受過什麼傷啊 因為遇到還蠻多不好的經驗啦 比方說跑去結婚的啦 劈腿的啦 什麼意思 就跟你交往交到一半 然後跑去結婚 對 鄉土劇的誇張橋段 竟發生了 為什麼以前受過什麼傷啊 因為遇到還蠻多不好的經驗啦 比方說 還結婚的啦 劈腿的啦 暴力的啦 什麼意思 就跟你交往交到一半 然後跑去結婚 對 而且還不跟我講 因為我抓到 真的假的 看你有多可怕 我真的 哪有啊 欸我們那時候超好的狀態下啊 就是完全沒有爭吵 沒有什麼都很好 非常好 就他突然跑去結婚 所以他 所以你一直是小三 你是不知道 對 但怎麼發現 因為我就是有一天上網 看到他妹妹寫日記 然後就說 最近哥哥忙幫哥什麼看場景 我想說是干戈還是什麼的吧 然後我就 原來跟他見面 我說欸你該不會要結婚 我還開玩笑 我可以吸吸他啊 然後他臉就這樣 歪掉 我想說完了 而且你上網可以看到 人家妹妹的日記也太詭異了吧 以前不是很流行那個 無名小站 對啊 像他流人的日記上 蛤 那劈腿是已經很 就是 很傷 很情天逼利耶 有誰可以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跑去結婚 新娘不是你 很可憐啊 所以很傷 所以你還走不出來 也沒有走不出來 只是會覺得 就對這些事情 就有點 不相信 對 就算了 不要去強求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說我們一般講說 鏡子不要對 除了不能照床外 那麼會建議就是 盡量不要互相對照 那當然我們想說 我的對面那個鏡子 好像比較低 並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你沒有發現後面呢 其實上面對照的位置 是這個所謂的窗戶 窗戶是玻璃 那玻璃其實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它也有點類似 這個所謂的鏡子 晚上都會反射了 對 這時候就是出現大問題了 也就是說 當雨柔在床上的時候 有時候透過鏡子 也許你會看到對面的人 那麼體貼在上 有啊 我每天晚上打電動 我都知道他打什麼電動 他看哪一台我都知道 然後窗戶 又不能拉上去 也不能放下 放火燒 也不休啊 所以你就是一直在關心 你那個鄰居就對了 很可愛 一個高中生 你會知道這兩個是怎樣 被火燒傷過是不是 沒有 他放很久了 好 老師 所以他這樣一直 就是不顧別人隱私權 一直推到別人 等一下 欸 我很公平 他也看得到我啊 那你有玩什麼給他看嗎 他賺到 公平嘛 人家玩game給你看 你也沒有 玩平的game給人家看 玩平的game給人家看 對啊 我沒有 他看到我就是一個 你知道嗎 玩笑 不是玩笑 你就是彈中 你怎麼不知道 你會不會問人家 好啦 所以這個鏡子也不應該這樣放 對啊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萬一我剛起來 發現剛好他站在窗口的時候 你看他一個頭 一個臉在這個位置上 反射到 你看到一定心裡會覺得 對 所以這個鏡子也會造成 他潛意識的不安定 但是一般來說 房間裡頭 真的造成潛意識不安定 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頭的後方 然後見空了 頭這邊 對不起 這裡喔 唉唷 而且你上面放誰的照片 是我 蛤 那個大概有八九年前的 不是應該是他李爸爸嗎 對 是八九年前的照片 很正啦 很可愛 但是躺著要看自己是什麼毛病 我也不知道 劉美容美 躺著要看自己 劉美容美 所以他後面 老師他如果他這兩個對調 從這邊 他在背門 對背門的時候 也會產生潛意識的不安定 所以他就會發現 他睡在這邊 因為有時候我們知道 當後方懸空的時候 外面一點聲音 或者一點點那個時候 你腦海裡頭 感覺上有點聽到 微音的這個聲音 所以潛意識裡頭 就會一直覺得 不安定 我睡得不好 然後這個時候慢慢的 你看 前面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側面也這樣 後方也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心裡頭 雖然你看起來 他雖然看起來這個 就是好像滿有自信的 但是其實他潛意識 是充滿不安全感的 定的啊 都會反映在你的那個 什麼時候 老師你幫我看穿的 你沒有想到我連謝宇老師 都不放過對不對 你剛剛講嗎 我可以把他這樣 什麼這件事不能放 我可以砸在頭上嗎 其實你寫劉美柔這個 就已經有展現出 你自己可能有一點美自信 你只要提醒自己很美 到底哪裡美自信 你把襪子脫掉就好嗎 老師那除了把鏡撤掉 我還有什麼辦法嗎 其實就要 我家了 那床頭又 床頭怎麼辦 床頭不能換方向 你要睡那一邊 也不行啊 那會知道要怎麼睡啊 那邊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你就要只要把 避到床的後面這邊 側面把它封起來 有沒有看到旁邊這一塊 一片空的 沒有沒有這邊 從這邊往封起來 這一塊整個封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櫃子 你這邊是櫃子 而且你知道睡著很麻煩 就有時候睡一睡半夜 你就枕頭不見 因為你為什麼 我又有東西 搜到重地裡面 我被搜到 你頭還會撞到這個 臥房三大不安煞氣 全被劉宇柔給收集到了 第一 進到床 除了容易讓夫妻發生爭執 也會讓未婚男女 對愛情沒安全感 第二 進照窗戶 容易被窗外倒影給嚇到 而第三 床頭見空 造成睡不好之外 潛意識也會存在不安全感 其實鏡子的問題很好解決 只要移走或是用布蓋上 就可以囉 而床頭見空移裝櫃子 或用隔板補平缺角 只要把這三種煞氣化解 就會讓你住得更安心囉 到底是安全感 因為這是別人沒有辦法給你的 你一定要自己給自己 要不然你一直都會處於 這種不安的狀態 不要因為受傷就不肯爬起來 對 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趴起來 你剛剛是放下撐我嗎 我沒有 我看到他放下有點煩 很煩 老實說我真的有犯小人 好可怕 真的啦 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趴起來 是每個男人都一樣 沒錯 要相信愛情 好多嗎 好 你都受傷 那我怎麼辦 他剛剛掏心掏肺的跟你說 不是每個男人都一樣 所以要講出來 你就知道他走得多快樂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